香港的经济越来越差 大家要小心点 小心点 小心点 一会儿告诉你很多经济的问题 很多你要小心的问题 有关于 破产 来来来来 首先看看 还有什么呢? 有关于萧定一 哎呀 好害怕啊 好好好 先说一说 由于 Morgan Stanley 计划在亚洲区展开财源 原来你知道 我都说了 经济是差的 同时发生的 当然是财源的 大家要小心点 记住啊 大家有时候跟他们说 哎呀 你说完这些什么呀 不要在这儿笑 哎呀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什么鬼都会笑的 我们是稀皮笑脸的 将这些 很麻烦的事 很吵架的事 让大家轻松点去消化 不是这样的 像新闻报告那样 现在的朋友是不是 所以我们都是稀皮笑脸的 说死人又是稀皮笑脸的 高开心又是稀皮笑脸的 说说李隆基又是稀皮笑脸的 就是这样的 大家要接受一下 多谢 那么好 主要是因为 Morgan Stanley说 整个投资界 都开始慢慢 一路一路离开中国 中国真是离开香港的 所以 整个金融业有牵是一波的 财源潮 这一波 这一波真是大 为什么 80%是属于香港和内地的 哎呀 这次 大家有亚太区里面 减50个 投资银行的职位 其中有40个 50个投资银行经理 这些 或者是consultant 有40个 属于不是国内的 就是香港的 这次 财源的计划将会影响 除了日本以外 日本 保住他 400名银行家之中 13%的员工 哇 真是厉害 香港和内地 40个人 预计将会在 财源潮 里面失去工作 原本都说 周街都是banker 糟糕的了 要失业的 幸好我叫我儿子 没有去做banker 他也不适合 最终财源的数量 根据的时间 慢慢 就会增加 这个现实 大家其实都看到了 因为IPO 都越来越少 大家看到 核数师 会计师 越来越没有 这个是整体 因为香港 自从冲击之后 接着又有 COVID-19 又有 国安法 整个香港的经济 一直沉下去了 既然沉下去的时候 你当然会受到 这个冲击 但是最重要当然是因为 中国 和美国之间的 贸易战 于是 资金离开 因为 中国 本身有些动作 例如影响 并不让 滴滴滴 美国上市 这些 一大堆的情况 都会使得 中国和美国 在金融上脱钩 金融上脱钩 是什么 就是炒人 而且你现在又不太欢迎 美国人过去那边 欧洲人过去那边 就说人家是间谍 又说这些右路 不可以查这些资料 又不可以找这些资料 不可以做这个 进绩调查 做什么呀 人家责任 直接找进绩调查 调查 你什么市场 行不行 你什么市场 行不行 这些资料 好多资料才能做 不可以 等于很简单 刘定谐要做KOL 对 做吧 但是不准收拾资料 那怎么做 没有东西说 明白吗 没东西说 你知道要做KOL 那就浪费了 所以 唯一一个方法 就是觉得 你是 推人就走 那就走 一走 不只是外国来的人走 你训练了有些 可能本土的人 比他们更好 或者是 训练了下面的人 那些人就要 离职了 尤其是 最惨是 新入行的 以前 觉得 戴好前途 现在都没有了 如果你 中港的经济 是很旺盛的 大家有很多人 可以去找 没什么所谓 但是现在 证明了不是 因为这些是整体的 你很多 所谓的 香港 中港 这些企业 去上市 最重要是 哪些人 卖你 卖你 这么多钱 就是 美国那些 退休基金 这些基金 一大堆 有很多钱 他们一定要 多少% 擺放在哪些地方 多少% 是这样的 你现在突然说 你这里 根本不欢迎投资 别人要把你这个 比例 一直 所以 是很严重的 一定是很严重的 他会将这些钱 转到印度 巴西 其他新兴的国家 有些是越南 有些我知道 他去了台湾 所以 离开了 就很难再回来 这个是很严重的 所以 你基本上 如果你有下一代 你打算他再在香港 做这些 金融 或者做这些 基金经理 又或者是 银行家 我想你要想清楚 真的没什么 没什么前途 老实 好了 那 讲完财源 今天继续要讲 是讲破产 因为有些消息说 香港的破产纪录很高 我特别先讲 就是 这个政府搞了8%的 中小企的 特为贷款计划 之前我有个专题讲过 就是有条片讲过 39,000个月 如果没有记错 就是以食肆为主 遮掩益 8% 其实我也听到很多人说 我自己的朋友也有了 有些人都留言了 很多人都 就破产了 可以走 就去外国 他也借了几百万 那就拜拜 撿了就不算了 他自己的公司撿了也有钱 他卖了就不可以 或者交给他做就不可以 于是 这些事件会一路一路发生 因为经济不好 越经济不好的时候 越有这些事会发生 有些人就撑住 给你一些 资料 自己继续玩 玩了多久 就玩多久 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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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最终他也是想 资料你政府那些钱 就是贷款 你不用他还 是吧 资料给你 资料 资料 资料不住 那些东西就撑了 这些东西已经预算了 所以那堆钱收不回 收不回 其实现在政府用了 什么钱 是保贴一些人 继续玩一段时间 其实 已经是爆破了 不过现在 不要那么快 逐一逐一逐一来 所以要小心一点 譬如你做不同的生意的话 你的贷款 就是要非常 有时不是 有些人说 我借钱给人 你会 你会 货币有货期的 一用死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非常紧张 小心的问题 因为你不知道 哪间中小型企业 是借了政府的钱 而是想着走路 那你 给货款 他责60天 那你没有60天 货币 就会货币 是的 以前我爸爸做的动育 也是会这样的 即是 走楼 突然间 走过去 那些数期 有数十多数期 那你做好很久 都搞不定了 找不回那些钱 因为批发的 不是很多的 profit 所以 接着大家要小心 因为 破产潮已经离开了 移民潮 只是破产潮 厉害 破产管理局 公布 3月 提交个人的破产申请有783宗 是去年11月以来最多 按月升了21% 按年升了2.8% 3月强制公司的清盘 这些是厉害的 69宗 按月升了30% 一个月升30% 很惊人 按年升了41% 你看这些数字的升法 太过分了 上月发出的接管 破产有640个宗 按月升了16% 按年升了28% 你想想是爸爸上升 所以你看到那个势 你无论打工或什么都要小心点 破产管理署 公布3月份收入 收到个人 破产申请 183宗 你想想 一个月700多宗 你加起来 一年 一万人 很夸张啊 是不是 一年一万人 破产有很多的 去年11月以来最多 按月升了21% 按年升了2.8% 总计 首季 破产申请 有2184宗 真的啊 你乘下4 8000多 再加一些 就整万的了 真是夸张 去年同期增加了20% 你可以想用一个一万的数 来差不多算一算 一万就真是太厉害了 3月 按 强制公司清盘 申请 由69宗 按月升了30% 刚才都说了 好了 破产的中数 創了近期的新高 什么解释呢 有些人说 高息当然 之前在不同的片段都说得很清楚 投资的环境是低迷 这些都是的 当然 另外一件事 重要的是 香港人之所以 有钱 因为资产 你楼价跌 那么死了 原本你以前的 公司或者有什么问题 会按了砖头去拿钱来周转 现在按鬼吗 跌穿了个价格 现在已经知道楼价跌了10个月 银行开始就会 call loan call loan的楼 不一定call loan的 但是 店铺就有机会了 工厂也有机会了 我以前也按过工厂 有机会call loan的 外围是本地的市场 现在仍未有利好 情况有机会是恶化 什么有机会恶化 中东又说打仗 幸好是克制一下 以色列不是打得那么厉害 伊朗说 不不不 打不中 打不中 大家看不到 是啊 他又害怕 大哥 我回答你 你又再打我 怎么办 看他是不是真的开始停 看他开始停 再等多一段时间 为什么呢 通常都会再做 下个星期 小心点 怕着他 先隔起再插 这些时间太容易插 小心小心 估计强制清盘的个案 会集中在房地产 汽车商关业 饮食啦 我跟你说 出入口贸易 有关的企业 出入口贸易 也不知道跌到我妈 现在是 Cash is the king 的时候 现金为王 市民应该尽量保持 现金充足 鬼不知道 市民应该知道 妈妈是女人 把握未来的投资机会 应该暂时避免借取 高息的贷款 对啦 他不知道 傻傻地 好了 跟TVB说 7点几里 不要借高息贷款 现在跌破了 TVB跌破了3元 看看他多少钱 不好意思 看一看TVB多少钱 真的有空无事 看看TVB 2.9.5 刚刚跌破了3元 但今天最低跌过2.8.8 真正啦 不能够多久 现在还有多少亿 现在还有12.93亿 你拿着13亿 买了整个TVB 我会认为以后是你的 你作主 好了 今天就要和大家讨论一下 什么是破产 然后 提到 小定一 哇 很精彩啊 好 保证破产是什么 是一项法律的程序 希望你不会破产 希望你试过破产 我没试过 我怎么知道 好了 当一名的 债务人无能为力常还 常还债务人无能为力 选择的出路 未必的 可能是专门的 破产的主要目的是 确保你的资产 公平地 由你的破产 受托人 摊分给你的债务人 即是说如果你没有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破产 还有资产 还有资产 如果破产的人仍然持有物业 那么蠢 有关物业 会 一发现 首先是联名 联名的 将你那部分 你接隔了 你 有百分之五十的 将工百分之五十的 拿出来给托管人 变骂变演 你就不要买了 跟你说 储方 或者受托人 会考虑破产人 是家庭的合理需要 医食住行 实际上要税了什么 几千万个月 给你 就是这样 然后就将那些结余 来分给 债务人 合理需要 要给你 刚才说的医食住行 医疗 入息税 强积金 都要先给你 好了 储方 或者受托人 会调查 破产人 在提交破产的程庭 如何处置 财产 如果 破产人是企图 欺诈 的方法 转移你的资产 破产将会被检控 之前说过 那个 有个 那些 那些 做 突然间那些名字 还没说到后面 帮人补托天皇 补托天皇 转给妈妈 几笨 黄挖一旦你看到就知道 走不掉 为了免了防止 你破产之前 逃避的债项 法律规定 听着 法律规定 破产呈请前 五年 之后 借低于市价 交易的破产 和破产官可以追回 五年之内 原来你这傢伙 便宜地 把这些东西卖给人家 这样 破产官可以申请 要拿回的 好了 如果债务人 在破产 呈请之前 将资产 转给 债权人 其他债权人 即是你欠了很多人的钱 在半年之内 破产官可以追讨的情景前 有半年之交易 听着 知道吗 即是说 你欠了很多债权 债权人 你欠了很多人的钱 ABCDE MIFASO OK 那 你将一块钱 只是给了阿道 MIFASO 你不给 如果 他查到你 在半年之内 破产的申请 在半年之前 好了 债务人 在破产申请之前 半年 好了 你呢 这一件事 就要 给 那个 拿出来的 他可以 要求你拿出来 将交易 不能给他的 追讨到交易 如果是配偶、亲戚、生意、合复人的联系人士 你给了他 继续 追讨期的两年 为什么大家说 蕭定一 是因为 看到一个新闻 蕭定一 就是 破产之中 被申请破产之中 但是 突然间 就停了 为什么呢 因为 相关的破产文件 派送传票程序 仍未完成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程序 所以 案件 就押后到4月23日再提讯 即是 过两天 再提讯 什么意思呢 因为香港的法例是这样的 就是 勇小姐自己出来说 应该 你要遞那个破产 澄清 你要是什么呢 把文件 派送给那个 即是 即将要破产 例如 邵定一 你要是破产 我要申请你破产 要给这个文件 邵定一 最好的方法就是 伸手接 但是 这个程序 不能够完成 什么意思呢 即是 邵定一不见了 即是邵定一不见了 不见了 就收不到破产 传票 他就 破不了产 那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是说 邵定一一定是这样 但是有可能是这样 即是每一个 收不到传票的人 即是他不会破产 他不会破产的时候 如果 如果 他之前做了 资产转移 再算一下 时间的话 可能 最终不了他 因为 他就有个时间差 这个有个问题 所以最好是 自己澄清一下 或者是 快点拿了传票 就没事了 但是你不会怀疑 因为这样 令到市场怀疑你 喂 你是不是特意不收 那个传票 你是不是 之前有些 转移你的资产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大家怀疑 是不是 我认为 萧定一不是这样的 萧定一是很好的 对不对 萧先生这么正义 我也支持萧定一和萧先生 所以最好就是他出来 收了传票 然后上庭 打掉他 我都不用破产 那就可以了 现在 这个问题就存在了 所以 我提出来 可能 我想得不对 对不对 大家帮萧定一 知道他在哪里 咬一咬他出来 收传票 解决了这件事 就好了 大家会说 你是不是特意的 你不收传票 是不是 有些资产转移 有问题 拖延的时间 让你可以 走赚 这些事情 你知道 有些人不想要很坏 就是 常常这样说 别人 我说不会呢 我挺好的 我觉得萧定一是没事的 其实 很勇敢地面对这件事 无所谓 他也说 但比我更加 没事的 你看他常常 继续 做节目 对不对 又说话 但是他又不收传票 为什么 他站出来收传票 那大家就了解这件事 对不对 一样就这样 记住 这件事是发生了的 但是我又不明白 了解 大家跟他聊聊天 我觉得萧定一是很快 出来的 我觉得 不知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好了 有关 破产文件送到的程序 未完成的话 所以现在就要 压头了 希望 4月23日 他就出来 我收传票了 那我就没事了 没事了 大家不要乱想 真是 不知所谓 好了 破产之后 借钱是否犯法 破产之后 是不可以借贷的 因为你借钱 就是 要披露的 你其他债权人 就是 不合理 拿不到钱 所以 任何破产的人 获得100元 或者100元以上的贷款 事前没有告知 那个人是未 解除破产的破产人 是属于刑事罪 罪行 所以 不要判监两年 不可以贷款给他 OK 那就好了 那 那么 萧生会不会贷款的 萧定人 不是 他还未破产 是 三 我不好意思 弄错了 他不会破产的 他就出来 撕毁了钱票 我可以给你 资金 現時沒有法律規定,貸款機構不可以借貸給破產人士 所以他們最後如果有批出貸款的利益是商業的決定,並沒有犯法的 現實操作上,銀行和財務公司是會因應的風險 看看有數守則,你破產我當然不會借給你 如果你成功取得貸款的話,這筆貸款當然要還 而且在破產期間再借錢,顯示你沒有盡力處理財務問題 影響了現在債處的利益,所以破產管理署知道後可以向法庭申請延長你 由四年變成八年,害不害怕? 破產令結後,曾經破產可否借錢? 有,但這是很難的,因為人家會查你的資料,你有信貸報到 原來你這債人還欠錢,他又不借錢給你 所以肯定,你記住,人家不是那麼容易借錢給你的 你不用這麼想,機會率很低了,你借到錢 一般而言,財務公司會向曾經破產的人貸款的機會很低 銀行嚴格得多,有時財務公司會看,有時會不會理會你的 給你有益渣拿就行了 你說有低額,沒有低額 我都說沒有低額,那不是叫遮,叫送 銀行嚴格得多,如果你有良保,機會會更大 如果你成功得到貸款的話,什麼時候呢? 總的還錢,總時還錢,一步步為自己洗清貸款的 惡劣的記錄,成為貸款良好的記錄 那破產對工作有什麼影響呢? 多少當然會有 第一,如果是私人公司 破產管,即是那些储方那些人,就不會走去告訴你 他破產了,不會這麼壞的 但是,如果你是破產人士,就任職銀行,那些部門,那些金融 法例規定他,必須要向僱主申報,就告訴他 我是破產的 如果破產人士是公務員的破產管理署,就會直接告訴他 你的升遷會受到一定的限制 破過產就沒得升職,基本上是 有些專業行業,你又不能做的 律師,核數師,會計師,核數師,沒有寫的 核數師,我想也是的 地產代理和證券交易商,就不可以再執業 而破產人士,你不可以出任公司的董事和公司的管理 在日常生活方面,就要破產的時候 破產之後,關你鬼事,我有錢都可以 債務員不可以購買高價的商品 我這頂部算不算高價的 除非你有充分的理由 理由 官方順不順風 否則破產人士一般都不可以乘坐的士 除非有人付錢 有人請你 過都是這樣 又是坐牢師來師 申請貸款,買車,買樓,投資基金,購買名牌 貴價東西都不可以 所以你記住 破產前已簽訂的人壽或儲蓄保單 如果有需要 破產人員可以 甚至乎 進入你家裏 看看你有破產人士 你有什麼享受 太過離譜 這樣都可以 不要緊 住在外國就可以了 不可以不可以進入 破產人士可以有自由去外遊 但是 那些錢要 證明是由第三者幫你付的 你自己不能去 不可以付錢 明白嗎? 如果不是的話 總之你搞不定的話 破產人員會有一個官員 他會管你 然後你會跟你加監 老闆 這次就講了香港的經濟 一個 有財源的開始的感覺 當然現在這個大摩是全世界性的 未去到香港的 很細微的地方 大看到 環境當然不是那麼好 大家要特別小心一點 尤其是我講過 有破產危機的那些中小型的企業 這件事是要特別小心 因為一塌就帶動自己塌了 好了 這條片大哥講到這裏 記住 小心點 希望 小鼎一早點回來 搞定這件事 大家咯 沒問題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 繼續 支持劉定堅 點贊 subscribe 還要 感謝小鈴鐺 拜拜